Hello,今天的不专业香频呢,为你带来的就是Killian他们家两款新的香水 如果你有关注这两款颜值如此之高的香气 想要听一下我的不专业香频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说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好的,绝对是我感觉今年以来,其中一个颜值非常高的香气 也是呢,我之前在新品情报的影片当中,我说我不管 我也没有闻过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要忙买了 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的两瓶香水 那到了以后,穿过以后,就是来review的时候啦 Killian她们家的Lekker Collection呢,我真的很喜欢 重点当然是被她们的外表所迷惑啊 我甚至想说,我个人啦,是觉得这个系列的包装真的比她们原本的包装要漂亮非常的多 质感呢,也是完全在线的 而且我发现啊,她们的Lekker Collection 是不是好像每一年年底,就是圣诞之前就会推出呢? 有没有感觉到她们这个pattern?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聪明 而且非常的有意义 真的有一种就是年底的时候,快要圣诞,快要大节日之前 我们要狂欢的时候,我们需要她们家的Lekker 需要她们家的香水给我们去享受 给我们去纪念到每一年 那虽然你们可能之前呢,也有入手到她们Lekker Collection的香水 也看过了她们的包装 但还是让我们先稍稍欣赏一下她们的包装吧 每一瓶香水呢,来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子方形的盒子 然后打开呢,就是这瓶香水啦 说实在话,我觉得她们这个盒子啊,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就可以更紧实一点,你懂吗? 就每一次拿起她们盒子,我还是有一点小担心 一定要拿到她们的底部 然后这一瓶香水呢,她的瓶子整个是非常厚实的一个玻璃 真的就是那种Whiskey的杯子的感觉 然后上面这一个呢,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 很可惜她不是玻璃的 但也是一个很厚实的塑胶啦 质感我觉得还是在的,不过如果是玻璃的 我相信大家会更开心 那这个盖子呢,并不是非常的稳 你可以勉强的这样子拿起它啦 但如果真的要就拿着走的话 我强烈不建议你这样子做 好,那稍稍看一下包装 进入到我们最最重要的香气吧 那我们先从比较清淡一点点 她们上一次出的那两瓶 Lecca Collection的香水 Angels Share和Roses on Ice 那两瓶呢,也是一瓶比较浓烈 一瓶比较清爽的 这一次也一样 这一瓶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的香水呢 也是两瓶当中比较清爽的一瓶 而这瓶香水会引起了那么多人的讨论注意 包括了我 当然也是因为她的名字当中写着的 Apple Brandy咯 那Killian她们家的Apple Brandy这瓶香水呢 当然是其中一款非常受欢迎的香水 其实也是我个人欲望清单当中 挺想要入的一瓶香水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挺惨的 后来呢,谢谢你的留言 告诉我呢,原来这瓶香水是 他们纽约专卖店独卖的一瓶香水吧 就,所以其他的通道是比较买不到 那非常好,我感觉未来有一天 就让我去她店里买吧 那我也可以透过这瓶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 首先来感受一下 他们家Apple Brandy的气味 那这瓶新的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的香水呢 它原用了八年前 为他们开发Apple Brandy的 那一瓶香水的调香湿 也原用了那瓶香水的DNA 在那瓶香水之上呢 添加了他们独有的on the rocks 的香调 这个on the rocks的香调呢 其实在Killian他们家的香水当中 有三瓶出现过 第一瓶呢,就是他们的Volker on the Rocks 第二瓶呢,就是之前的Lacquer Collection 当中的Roses on the Rocks 接着就是这一瓶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 这一个on the rocks的香调呢 在整瓶香水当中是非常明确的 就你闻到你真的就会完全get到 他所说的那一个on the rocks的香调 这个on the rocks的香调呢 的的确确能马上为你带来 喝着那一杯满满厚实的冰块 饮料或者酒精饮料的一个感受 那种划过你鼻腔和喉咙的那种畅快感 是完全可以在这瓶香水当中 通过这一个香调提取到的 那这瓶香水我感觉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使用的 但春夏天尤为适合 前调有着一个非常明亮清爽 甚至会有着那种你咬着非常新鲜 爽口的苹果的那种 那种清脆感 香柠檬搭配着菠萝的果香调 这里的菠萝香我觉得非常画龙点睛 也让这瓶香水在前调开始 就已经是很抓人的 果香调在你穿上的20分钟半个小时 它就会慢慢的褪去 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当中 那一个明显带有清凉感的 一个狼母酒 搭配着甜度并不高的 一个Vanina香草小豆蔻 再加上一点绿意的苹果 里面真的会有着一抹的绿意 所以香菜表里面没有说有青苹果 但我真的闻到了 青苹果表皮上面的那一种淡淡的绿意 最后再以一个非常干净的雪松 搭配着龙咸香的组合 闻着这瓶香水真的就仿佛有一杯 切了几块清脆的青苹果 点缀着一点菠萝的一杯 Apple Brandy的酒精饮料 里面还有大块大块的冰块 它真的就非常好的还原到那一杯饮料的气味 让你穿上这瓶香水就能感受到享受过那一杯酒精饮料以后 带来那一种稍稍微醺的 沉醉在你自我放松时刻当中的那种愉悦感 这款的维韵啊 甚至也会很有 在香水这个community里面 大家非常追捧的MFK Baccarat Rouge 540那瓶香水的尾韵 那一种龙咸香的气味的尾韵 所以我真的能看到它会成为两瓶当中 讨论度热卖度更高的一瓶香水 或者说是更多人愿意花钱去买的一瓶香水吧 毕竟它的实穿性白搭度是两瓶当中更高的 而且真的是一瓶完全中性的气味 男女生穿起来都非常的合理 它也是我心中一款呢 尽管在春夏天 白天 甚至是上班的场合 都可以穿上的一个酒香气香水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款非常百搭实穿 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经常用到的酒香气香水 又有着一个奢华美丽的外表 那我觉得Killian他们家的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找机会闻闻看咯 那接着来聊到的就是他们另外一款 叫做Lervet的香水 这瓶翻译叫做Green Hours 或者中文翻译叫烈焰苦爱的香水呢 调香师希望通过这里面的香气呢 给你反映到Killian他的家乡 法国 那一些疯狂充满幻想热情的夜晚的快乐 而在法国 当你点到苦爱酒 他们surf你苦爱酒的时候呢 上面就会加入了糖 是一个特别的仪式 所以这一瓶烈焰苦爱的香水呢 也是一瓶明显带有甜味的苦味香水 是不是还蛮独特的 它真的就是一个独特 又让我享受的气味 所以尽管它相比之下 失穿性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我个人在两瓶当中 是更喜欢这一瓶的 但前提是 你必须享受甘草 Liquorice的气味 这一个香调并不是一个 人人好的香调 我自己吃的话是完全无法下咽 就我完全不懂 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吃Liquorice 但是闻 尤其是在香水当中 我近两年是越来越喜欢上 这一个香调 它真的就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香调 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但你绝对会记住了它 而这瓶烈焰苦爱的香水当中 Liquorice 甘草的气味 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呢 喜欢的人真的会很享受 但如果你不喜欢 这一个香调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它的气味很怪 这瓶香水打头阵一喷出来的 强烈的就是 苦爱酒与甘草Liquorice的气味 说真的 这个Liquorice的气味呢 它停留的并没有那么的久 它也不是我闻过最强烈 这种Liquorice甘草的香气的香水 所以我也可以说 如果你是想要尝试一下 Liquorice的气味 去闻它们家 说不定是好的 因为 这个甘草的气味啊 其实 在你穿上的一个小时之后 它会渐渐的消失 而且当它开始消失的时候 我觉得是消失的无影无踪的 而这瓶香水呢 也是一个 从苦到甜的香气感受 刚刚喷出来的那一瞬间 苦味是最明显的 但是越往后 这瓶香气就越香甜 它是一种苦后回甘的感觉 苦爱酒的酒香气 也是在这瓶香水当中 无所不在的 再搭配着一股 带有绿意草本气味的紫罗兰叶 为这瓶香水又添加了 更多的记忆点和特点 最后 香气的尾调呢 就是一个带有涂养气息的 轻微药感的一个广阔香 香根草再加上檀木的香气 穿上这瓶香水 你能明显的感受到 它的三调变化 你也会感受到 它在气味上面 有苦到甜的一个气味上的变化 穿上它的每一分钟呢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享受 相比刚才 Apple Branding on the Rocks 这瓶平易近人的香气呢 它是一个更为挑人 而且独特的气味 需要时间让你去爱上的一款香气 而我觉得很特别的 甚至是这瓶香水啊 在你穿上它的时候 在你感受它香气变化的时候 你甚至会有着一种 喝下一口烈酒的那种感觉 刚刚吞下去的时候 是一种畅快感 但和刚才微醺不一样 你会有着一种突然体温 急速上升的感觉 那种上头的感觉 然后你的毛孔会一个一个的放松 你的身体的肌肉会慢慢放松下来 它在气味上也能给你 磨泥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 说到苦爱酒的香水呢 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到 阿蒂仙他们家的狂恋苦爱 那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狂恋苦爱当中的苦 比起这里强得多 这里的苦真的是 五分钟十分钟就已经开始变甜 开始回甘了 这瓶香水在你穿上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甜味的感受 是比起苦味来得更多的 而这瓶香水呢 在我心中它也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气味 不过对于一些只喜欢小清新调 或者比较清新的花果香调的女生来说 可能这瓶香水还是稍稍偏男性化了一点 尤其是它的尾韵 它越往后的话 我觉得它偏男性化的那个特质就会更强 但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这个气味 我自己个人是一定会穿的一个香气啦 好最后呢 当然要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 为这两瓶香水打一下分数啦 Killian他们家2021年的这两瓶 Like a Collection的香水呢 在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方面 我不能说非常优秀 我感觉这个呢 也是这两瓶香水 我用下来觉得稍稍有一点失望的地方 这两瓶香水呢 一个小时之内 伸手的距离呢 还是可以闻得到的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 我觉得它的香气是相对比较贴肤一点点的 尤其是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这一瓶 它毕竟是更清新调的香气嘛 那在持香能力方面呢 这两瓶在我身上五个多小时 我觉得算是及格啦 但绝对算不上优秀 那说到大众讨好度呢 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非常的高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抗拒这个香气 除非你真的那么害怕酒香味的香水 但是它们烈焰苦爱这瓶香水呢 无论是当中的甘草licorice的气味 还是苦爱酒的气味 都不是一般人会很容易爱上的香气 因此呢 我感觉如果一定要忙买的话 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 绝对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 但我的宗旨呢 是赚钱不容易 能够适香先适香 确定你喜欢再去入手是最安全的 最后呢就聊到它们的创意度了 Killian他们家的Like a Collection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香气是不是最独特 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它背后创作的理念 尤其是这个系列 就真的非常好的连接到了Killian先生 和他成长的背景 和他的家庭背景 就是画上了一个直接的关联 我还记得以前很多人会说 介绍Killian家的香水 就必须提到Killian 他是来自于轩尼斯家族 一些资深的香水玩家 就会吐槽说 他是来自哪里 关我什么事 和他的香水有什么关系 那他就做出了回应 他就创造出了 与他有关系的香气 让你在未来聊到他的香水 在聊到他的时候呢 没有反驳之地了 那在一个有着明确主题的 香水系列当中 我感觉这两瓶香水的创造力 还是很不错的 五分满分的话 我也愿意给到四分 不但他们的香气讨好 同时让你闻到香气的时候 也直接想到了他的主题 感受到了调香丝 或者Killian想要给你带来的 那一种聚会欢乐时光当中 带给你的畅快感 这个还是让我非常欣赏的 好的 这个呢就是这一次 Killian他们家 2021年Lacca Collection的两瓶 Apple Brandy on the Rocks 还有The What 这两瓶香水的不专业香瓶啦 不知道这两瓶香水 又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呢 有没有机会已经闻过了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感受的话 都希望你不吝啬 在留言栏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